其實我爸年紀這麼大 然後腫瘤位置的靠近主動買 其實還蠻危險的 然後但你不開刀 腫瘤長在那 你就是大概一個月 到最多三個月就走了 當時我爸連他就在床邊握著我 跟我說我們家有什麼財產 那還有什麼他要分給誰 就從頭開始在講了 那時候很難過啊 覺得我才不要聽這個 我不要這些東西 我不要這個錢什麼的 你幹嘛講這些 我只想你好 很難接受的事情 所以我媽媽她其實一直很努力 在到處找有沒有人能幫忙 那其實那時候柯文哲醫生 我們就已經知道他 就是一個很厲害的外科醫生嘛 我媽媽就找找看沒有朋友認識啊 然後輾轉 知道他的那個電話號碼 那我們手上就是握有一絲小小的希望 想說能不能試試看 那我媽就這樣一字一字 慢慢的打 然後我在旁邊 因為我就是看他 其實我比較悲觀 我想說柯文哲醫生這麼忙 怎麼可能有空 但是我媽媽她就是很堅持 她抱持這個希望 所以一傳出去 打很多字喔 傳出去 瞬間就有回來了耶 結果我覺得 柯文哲醫生很有效率 她就說 哪個病房 叫什麼名字 然後什麼 就是基本的資料 馬上知道 然後我媽回傳回來 她就說 好五分鐘到 台大院這麼大 你五分鐘就可以到 我以前其實看我爸 他在加護病房 我們也是找其他醫生來看 但是每個醫生來 他的態度都是 喔我來 就很像 來了就旁邊一大堆人 勇促著他 然後喔我來了 看一看 也沒說什麼 可能就直接煩一煩幹嘛 大醫生對我的印象就是這樣 可是柯文哲醫生那天來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如果不仔細看 會覺得 欸他是醫生耶 他就是穿得很輕鬆這樣子過來 然後很快喔 然後過來就覺得 他已經來了 然後柯文哲醫生很快就這樣 趕快趕快弄一弄 看一看病 然後他就是看重點 他還沒去翻我爸 他就很詳細看完 然後把他的團隊安排好 趕快插時間開刀 因為這個東西 事不遲疑 我覺得柯文哲醫生就是他廢話真的不多 他不會可以囉嗦很多 可是他馬上把重要的資訊告訴你 就是他進來 可是他也不會覺得不耐煩喔 就是你會覺得他很認真在 在看這件事情 他也很希望把這件事情做好 嗯 其實我覺得我媽真的蠻煩的 可是柯醫生他完全都不會不耐煩 我媽他沒事可能就會傳給別人說 柯醫生我老公病情怎麼樣怎麼樣怎樣 他就會回傳給柯醫生 我覺得真的很感謝他 當時不是他的話 我可能現在還沒有爸爸 那時候我才剛頂完婚 其實我那時候很難過 我覺得 哇我還沒結婚然後還沒生就好 爸爸可能就要過世了什麼的 其實所以那時候我們大家都很感謝柯醫生 覺得他把我們叫很大的忙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